市议员陈明健带着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看着篮球场挡土墙上 已经彩绘完成的包括太阳 台湾黑熊 台湾梅花路等原住民风格的图腾 以及基隆市四鸟老鹰等美丽的图案 陈明健说明这些图腾的含义 最重要的我们要预含有这些教育的一个功能 我们把这个原住民的一些生活的元素 弄在这个背后的这个图腾里面 像大家所看到的这些有三个太阳 显示那是一个日出 然后日中跟日落 是生命生生不息的 这样的一个抑郁在里面 尤其中间这个太阳灵形的 代表的是一个光明生命跟希望 然后有一些的动物 那表示我们过去在生活上 会有一些狩猎的 有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四鸟 也把它标示在上面 让我们的不管是社区的区民 跟我们小孩子都能够 从这个元素里面了解 他的文化跟生活的 假取居的一个地方 都能够含有这个教育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在里面 这里是中正区调和街的八斗山庄 有许多阿美族市民好朋友都住在这里 也因此示意原成民建特地争取经费 把社区篮球场重新设计 彩绘象征原住民风格的图腾 美化环境之外 也行销原民的生活意象 同样着重用彩绘美化社区环境的副议长杨秀玉 应邀前往参观 除了称赞陈民建的用心之外 也孝春两个人真的是喜欢用彩绘的红彩兄妹 那我觉得非常棒 那也谢谢我们这个陈红彩 红彩这个兄妹的陈一言陈哥哥 对这个彩绘这个也很认同 那我是在今年的这个年初就开始 因为我的服务处搬家 就是在厢弄内 那刚好也面强 那我觉得说其实我很久很多年前就在发响了 那也这个很自然而然的 我觉得说彩绘是未来 我们基隆这个城市必须要去推动的 我们可以藉由这个彩绘 彩绘注入地方的人文来走读故事 漫游基隆漫游我们的城市 我觉得一定会替基隆的整个能见度一定会提升 也会让这个全台湾各县市看到 甚至于可能全世界都会看到 他想来探索这个基隆这个城市 到底有什么故事 这对号称红彩兄妹的两位市议员 都希望透过彩绘图案 让当地骑老可以怀念过往传承历史 也让年轻人更了解自己家乡 有过以及现有的丰富历史和大自然生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